吃饭 吃饭之后 让你活下来之后的头等大事 那你得看得懂吗 看释迦普 释迦方志 大家就会明白 师尊一生就是教育 就是教育 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 另外你再讲两句 你也是学佛人 有那么多在家的 还有出家的 你现在觉得你的状态 是很接近于 释迦牟尼佛当年的生活来 是不是 恶成那个样子 身无分文 你想对这些修行人 有哪些劝告 因为现在人没过过那种生活 你现在正在经历 你有什么忠告 我这几天来 通过减肥品来活着 我对所有的这些修行人 我的一点体会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觉得 以苦为食 以戒为食 这两句话 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说 我们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都不重要 这个有些人 可能是出家了 但是呢 他心没有出家 他心里还是有 贪嗔痴慢疑 他的那个欲望还在 你这些天 这种苦行 你觉得你自己贪嗔痴慢疑 怎么样 是减少了 有感觉 有感觉 是在减少了 因为像您说的似的 一切都归零 但是我觉得傲慢 还有 就是 贪心 贪不到了 但是傲慢 还有 老法师 讲经的时候就说过 说你看这傲慢的习气 很不容易去除 你看他要饭了吧 要饭花子 人家从边上一过 他怎么样 他还要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两个 有俩钱 你就 你看 要饭花子 还傲慢 你体会到了 体会到了 你现在都这么惨了 前胸贴后背了 还有傲慢 我那个时候 也能体会到 自己有傲慢习气 可能觉得自己 最近捡垃圾的生活 能成就自己了 可能有这种体会 就是觉得自己 以后肯定能行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些 我觉得就是很严重 这个习气 真的是不好改 自己受了苦了 比别人又多了资本了 对 又有这种体会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出家 在家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那颗心 所以之前也总听 这个师傅讲经也总 也总讲嘛 这个新出家 而不是说形式上的出家 你刚才讲新出家重要 你经历了这四天 你感觉外援 是不是也很重要 一切都给你断掉了 你想摊都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因为我前胸 踢后背 身上一分钱没有 我当时我就看看周围 我就觉得我是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有什么现在也不好使了 就只靠我自己 文凭也不好使 更不好使了 你那些学的知识也不管用 不管用了 除了自食其力 没有第二条路 生路没有了 是 外援通通给你断掉了 你就发现在这个时候 你的心就容易出家 心就容易放下 贪沉吃慢衣 就很容易把它摸洗掉 是 我一旦断掉以后 我的心就都在这个活着上面了 能维持生命上面了 就不会在这些贪着 这些上面去下功夫了 所以这个人感觉就心清静很多了 虽然手是脏的 但是心觉得 以前洗刷的干净多了 有这种体会 还有什么 今天 还有一个感受 就是老师您昨天讲到 说这个学传统文化的 和这个不学传统文化的人 不一样 就是今天捡垃圾的时候 明白了人 区别于动物 的最关键的是在哪里 以前上学 这个教科书里面说的 这个人与动物区别 最大的是劳动 我自己通过这几天的 这个经历 我觉得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 我这几天经历下来 我的理解就是人与动物区别最大的不是劳动 而是教育 我觉得受教育的人才叫人 才能称之为人 而且是受过中国五千年甚至一万年传统文化的这种教育 长大的人 伦理道德的教育 才算是人 你怎么得出来这么个情分呢 因为我们总是去寻觅食物 寻觅食物的时候 想到了动物 对 寻觅的食物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这我就很迅速的 我就跑到那个人卖龙眼的摊上面 我去抓那些龙眼 我抓那些龙眼的时候 还有抓那些桃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像只猴子 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不是活得像动物一样吗 而且还很迅速 只是去找食物 别的也做不了嘛 就为了生存 但是后来我明白了 我跟动物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因为我们受过教育 动物它不会在别人赠予它食物的时候 非常感恩 然后会给人家鞠躬 动物有可能会鞠躬 但是它可能是会 它动物只是模仿 就是它可能会模仿人的动作 但是它没有思想 没有感恩的那个思维 你的意思就是说 动物可能会跟人做同样的事情 都能觅食 是 那不一样在哪里呢 动物没有孝涕中心 礼仪廉耻 是 仁爱和平 是 这是最大的区别 是 有体会了吧 有体会 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跟一只猴子用你的话 有什么区别 你甚至还不如猴子捡得快呢 是 是不是 你上大学学的东西 在这个求生面前 找食物面前 你可能真的还不如 没上过大学的猴子捡得快呢 所以说人和动物 不在于什么上不上大学 有没有知识 甚至很多动物的 它的那些经验 你看 那个老鼠 它有很多生存下来的经验 人就没有 人一遇到灾难 马上就死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 还是德行 是 人的德行 是区别于动物的 最大的关键 嗯 有体会是吧 有体会了 如果人只知道 饮食男女 那动物也知道 人和动物 如果要是没有了区别 有人说了 动物挺好的 这真的叫 糊涂到家的话 那为什么呢 动物没有伦理 没有道德 那你说呢 没有能怎么样呢 没有就弱肉强食 什么叫弱肉强食 你打不过我 这食物就是我的 我就到你家里去强去 所以动物的世界里 没有法律 没有法官 它没有骑马的人伦道德 法律是建立在 伦理道德基础上 建立起来 人如果都没有了 伦理道德 人都不遵守这些 也不知道这些了 那大家就是 想尽一切方法 我比你更坏 我比你更恶 所以我得到这个 享受的机会就多 那这真叫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的结果是什么呢 弱肉强食 人没有同情心 人没有感恩的心 没有骑马的秩序 什么长幼有序 弟子归讲 长者先幼者后 通通通通通没有 出生吗 是不是 饿了就把那个咬死 咬死大家就一块 把他肉吃掉 这动物世界 所谓 看爪子和牙齿 谁锋利 没有道理好讲 你只要是弱小的 我们大家围到你了 七上八下 你就成为了一顿午餐 你就没命了 人类社会 能想象变成这样吗 你就知道 约束着人 不要成为畜生的 让人不要变成动物的是什么 是伦理道的 法律 法律它可以钻漏洞 老法师讲 法律是约束好人的 那坏人 他约束不了他 他专门钻漏洞 为什么 他没有人心 所以你就知道 人心多重要 人心要是被盖付住了 所谓泯灭掉了 那就跟畜生是一样 你现在之所以还能够 在这个地方捡垃圾 捡瓶子卖废品来养活自己 为什么 你现在之所以还能够 在街上风吹日晒 在那去捡瓶子捡垃圾 而没有去偷 去抢 去骗别人 去害别人赚钱 你为什么没有走这一步 就是因为你心里有伦理道德 你受再大的苦 你是人 跟畜生不一样 没有了 那就成畜生 今天这么多年轻人 跟父母要钱 你死活跟我没关系 就得把这钱给我 你看我们看那个新闻 大学生 跟父母要钱 干嘛 买房子 不给 跟父 跟父亲吵起来 把父亲的手筋和脚筋都挑断了 家里人到医院去看爸爸 送了一点钱 医药费 两千块钱 也被他抢走了 妈妈很愤怒 你把你爸爸害成这个样子 这两千块钱你也抢走 跟妈妈又打起来了 用刀子 把妈妈的头皮包下来了 然后呢 妈妈已经死掉了 这个大学生被抓起来了 高材生啊 今天上午十点 记者来到开封通许县中医院 在四楼外科病房里 见到了被周某某砍伤的父亲 身受重伤的周老先生 不仅身上受到了多处伤害 心里还在惦记着重症监护士的妻子 看到情况就是别人都是严严一起啊 可以用这种情况来描述的 你眼眠不脖子是不 倒是口 这个头皮血筋之外 这个头皮是一流一流的 跟坐球在上 肚子那个唱官啊 尾啊 这都在外摟摟摟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要从大年二十九晚上说起 周某某因家庭经济纠纷 与父亲发生口诀 最后在周围邻居的帮助下 大家把周某某的父亲送到了医院 2月15号晚上 周某某的母亲 正在病房照顾周某某父亲的时候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民警现场将周某某抓获 被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科生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父母下如此狠手呢 他告诉记者 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 因为在外地工作的小儿子要买房 自己就向亲戚朋友借钱资助了一下 然而让周某某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借钱资助小儿子买房这件事 很快就传到了大儿子大礼 但是听到这个说法的周某某不但没有体谅父亲的苦衷反而更加坚决了 万般无奈之下周某某只好再次向亲朋好友开口借钱 原本想着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让周某某没想到的是 就在春节前一天回家过年的大儿子再次张口向他要钱 也正是因为周某某的这一番话激怒了大儿子 当时就拿刀砍向了躺在床上的他 而据周某某一回忆 大儿子之所以对自己的妻子痛下杀手 也是因为钱的事情 周某某的这个行为刚好被一旁的母亲看了个正着 正是这一句话再次激怒了周某某 他拿起水果刀砍向了自己的母亲 曾经一个令全家都骄傲的大学生 竟然变成了魔鬼 周炳毅说他怎么也想不到 儿子就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们看到这些新闻 我们感到毛骨悚然 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为什么现在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呢 他有知识 还有文凭 他对他父母叫抽筋扒皮 你能说他是人吗 他长着人的样子 那你能说他不是人吗 他为什么会做禽兽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呢 那个时候法律有没有 有啊 对他为什么不起作用了呢 他连犯法他都不怕了 你说这法律到了这个地步了 人们不怕他了 什么原因 自私到了极点 我为了我自己把父母抽筋扒皮 都没事 就必须要满足我自己的欲望 现在家庭教育都是这样 那父母为了孩子 什么欲望 你要星星不给月亮 伺候着重着 他不知道将来他有一天 会有这样的下场 你不信你去问问病床上这个老父亲 你当初问他 他绝对不会说 我的孩子是大学生 怎么可能会对我这样呢 他想不到 他也看不出来 为什么呢 没学过传统文化 学过传统文化 一看就知道 你将来的孩子会害你 我们学了才明白 真能看得出来 所以人和动物的区别 现在你们体会到了 女孩子 可以不要脸了 当三培小姐当妓女 是吧 人为了钱可以贩毒啊 那是害死别人的生意啊 还可以去骗 去偷 去抢 杀人放火 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 可以啊 是不是啊 现在外边那些年轻人 卖东西的 有几个说真话的 要把这东西卖出去 五块钱东西 他能卖五百块钱 他有几个说真话 告诉你 我这就五块钱 就值五块钱 他能告诉你这个吗 他告诉你 这老板不得把他炒了吗 你得变着花的 哎 把人兜里的钱 说的自己兜里来 你去看很多大学 培训营销术 不就教这个吗 一块钱的 这样东西 看谁能把它卖的多 比这个 大家在台上 就比上 比着说假话 比着怎么能 框别人 骗别人 现在都在教这个 打着所谓 什么什么的旗号 说穿了就是 培训当骗子 怎么骗人 看谁更高明 别让人戳穿了 让人心甘情愿 把钱放里头 现在大家都学着 这真本事 谁都羡慕 回家之后 人家父母还说 你看人家 看人家 把奔驰车开回家来 那算本事 甭管怎么来 你看看 我记得有幅漫画 我小的时候看 我印象很深 画军武老先生画的 叫秦桧向前的思考 秦桧大奸臣的 陷害这个岳飞 陷害重粮 千古被人所骂 你看杭州那铜像 那个铁像在那放着 黑铁的 朝他们这个夫妇俩 这个身上 吐痰的 唾骂的 千古骂名 这个漫画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人就站在 这个秦桧向前 他就跪着那 罪人 他就在那想 想什么呢 他说臭归臭 秦桧大奸臣的 臭名 臭归臭 名气还是有的 我对这个影响太深了 上学的时候 你说这叫 这叫什么价值观 这叫人吗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拿回来一些钱 他告诉你 这钱呢 我三培小姐赚来的 这钱呢 我是抢来的 你能说 没关系 臭归臭 钱还是不少 你能说这个话吗 现在我们看很多家长 你看 我闺女 穿得多好 吃得多好 我儿子 你怎么不问了 钱怎么来的 现在人已经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甭管怎么说 反正我们家享受上了 恶有恶报 如果人类社会 都是这种想法 早就灭亡了 动物世界 如果中国是 五千年来都是这价值观 所谓丛林原则 就是在树林子里边 动物的原则 就是什么 弱肉强食 看谁 拳头硬 在明朝 正和七下西洋 当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 我们要想奴役那些国家 让他们当我们中国的殖民地 早干了 还等着1840年以后 西方这些人 他工业文明 他来欺负中国 我们要收拾他们 明朝 宋朝 唐朝 就收拾这些全世界这些国家 中国为什么不干呢 所以你看 现在有人出书 说我们老祖宗傻 我们老祖宗不傻 当强盗 谁不会当 到康熙年间的时候 他们学者统计 是所公认 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 是世界第一 康熙年间距离现在 没多久 我们还那个水平 我们讲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再富有 不是抢来的 不是争来 不是偷来的 有没有这个能力 太有这个能力了 你去看史料 郑和下西洋 带了多少人 去给人干嘛 传播文明 跟人家送礼物 交朋友 世界友好 使者 干这个 七次都干这个 世界上哪个国家 有这样的文明 他们有了船 有了枪炮 先把你占领 把你这人弄死 或者赶走 或者当奴隶 把你的资源归他 你一生来就是 给他当奴隶 要把你灭亡 美国当初 建国的时候 杀死多少印第安人 头盖骨 好像是 当时是五十美元一个 零赏 杀得越多越好 你看这个 他们美国人 自己写的历史上都有 弱肉强食 你说就你们这几个 哪一个不可以弱肉强食 哪一个不可以去 骗别人 偷东西 你们都可以 大学毕业 灵压历史 刚二十出头 到哪一个公司去搞营销 去一个月不能赚上个 两三千 好了 还能多赚一点 四五千 那钱都怎么来的 还不是哄别人 骗着别人 你看坐在这 前两天 那个老师在这讲 我过去都是骗那些老人家 几十块钱东西 就卖给人家上千 你说说 那叫什么 那叫人吗 你们为什么 没有卖出这一步 宁可要饭 宁可捡垃圾桶里的东西 活下来 前胸贴后背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们是佛教徒吗 是佛弟子吗 听老法师讲经过来的吗 老法师讲 宁死也不伸手向人要钱 这师父天天 常常在光盘里教我们 你们是虔诚的佛弟子 才会 安守自己的本分 所谓安平乐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 愿意这样做呢 佛教徒里 你看看 多不多 你这就知道 人 再往下堕落一步 成为了畜生 那这个世界就是弱受强食 谁让你老呢 你的钱就该让我骗 谁让你脑子不好使呢 看谁能骗 看谁能抢 看谁势力大 你愿不愿意 你去问任何一个人 他愿不愿意生活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没有人爱 没有关心帮助 都是什么呢 人人在争利 大家都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看着一个 就像看见猎物一样 看哪个人都像人民币 都想把人兜里钱给弄过来 学校 我们听说中学大学 现在也在教着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 有个教授就讲 跟学生说 你们没有赚到 三千万 不要说 是我的学生 他就一个标准 你甭管钱怎么来的 你得到三千万 你得够这个数 行了 要不然呢 你不配做我的学生 潜台词就这个 你给我丢脸 这网上报道 这样的新闻太多了 我们现在老师和家长 都在教什么 你怎么赚来都不管 别让警察抓住 对 然后呢 钱反正是真的 臭归臭 名气还是有的 华君吴老先生 这幅漫画 我记到现在 我当时年岁小 但是我已经很震惊了 我说情会不是 人人所唾骂的吗 怎么还有人在这 羡慕他呀 你看看现在 电影电视都在眼上 黑社会老大出来 一片欢呼 你说演员 演员也欢呼 为什么你演黑社会 老大演的真好 你那个 你那个范儿 你那个气派 派头 你看人家 都羡慕了 这就是电视教 电影教 媒体教 孩子们都在羡慕 你看那个胡斌 原来那个 忏悔的人里边 有个叫胡斌 他不是也学这个吗 我就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电影明星 有这么一个镜头 他拿这个钱 点烟筹 这个镜头 在我印象里面特别深 我有了钱 我就这样想呢 你能拿钱电影抽 我也能拿钱电影抽 他那个是拍电影 他拿的肯定是假钱 我拿的是真钱 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七张 七张那个一百块钱的人民币 把它叠成扇形 把它叠成这样的扇形 用打火机 点着这七百块钱 用这七百块钱 点一根烟 最后 把这个钱烧得干干净净 一个脚都不剩 我才觉得我痛快 我才觉得我人生没有白来一趟 这就是我学的西方价值观 有钱都是老大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常常讲西方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的核心就是竞争 你看看这些西方强国 他们在世界上有没有骑马的伦理道德 他说的话 他所想的有没有跟伦理道德相关的 无非就是尖传利炮 现在还是这个价值观 弄得全世界到处紧紧张张 你说这种价值观 给人类带来的是祥和 还是灾难 你就看得明白了 所以你们不竞争 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 你们都争 我们不争 老祖宗教过我们 自食其力 信安利得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轻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 地 君 亲 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新一行 国艺秋剧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以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